應該被認定論文抄襲 撤銷了臺大碩士學位的事情 林正謙也親上火線來回應 談到自己無辜是受害者 同時他也強調說 在今天的清晨 有寄出郵件向臺大來表態 願意在星期四或星期五 前往學校說明論文的寫作過程 但臺大卻在上午的時候 突然舉辦記者會 覺得是被偷襲 更抨擊臺大不重視 他所提出的物證和人證 要求學論會說清楚 記者會一開頭就喊冤 論文風暴遭台大撤銷 碩士學位林志堅親上火線 對台大的決定無法接受 並曾經不出席學論會的說明 是因為台大社科院院長 蘇宏達對他未審先判 但和幕僚和律師討論後 九號清晨零點三十分 已經透過律師向台大學論會 發出電子郵件 說明願意在本週四或五前往說明 不料台大卻在幾個小時後 召開記者會 林志堅記者會上強調這件事對他參選沒有影響 卻是對人格的抹煞會捍衛清白到底 至於林志堅將對林志堅提告侵害著作權 林志堅無奈解釋 如果沒有他給余正堂相關研究資料 就沒有現在這些問題 主要雷同的地方出現在第一章裡面第三節國制的三四五 就是在我們公正的二零一六年二月一號的這個出稿裡面 所以如果沒有陳明通把這一個出稿提供給了余先生 這兩本論文就不會有在這裡頭的雷同 現在民進黨主席總統蔡英文對林志堅被認定 論文抄襲沒有回應 至於林志堅未來是否會申訴或提告 維倫律師黃定英表示 將等收到處分數後再做討論 面對民進黨內人傳出建議換人參選桃園市長的說法 今天總幹事鄭英彭重申 同志受到委屈 應該要給予協助的態度 不願多做評論 這張從謝奇文 王維雄 綜合報導